面对新冠肺炎的威胁 玉里火车站加强防疫作为 包括民众经常接触的厕所 扶手 自动售票金等等 每天都消毒 而每个星期呢 也会进行一次以上 全面生化消毒 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进出火车站民众呢 也必须量体温及佩戴口罩 希望可以达到全面防疫 为了配合台铁以及 玉里镇公所的防疫工作 玉里火车站也提出了 防疫因应的对策 包括加强执行车站 与列车清洁消毒 利用广播与LED等 加强卫教宣导等等 进出火车站的民众 都必须量测体温 以及佩戴口罩 希望能够达到全面的防疫 面对新冠病毒威胁 玉里火车站加强防疫作为 包括民众经常接触的厕所 扶手 自动售票机等等 进行每天消毒 每一周进行一次以上 全面生化消毒 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就是只要持续反复 我们玉里镇有51个地方 我们整理出来有51个地方 就是持续反复消毒 直到疫情结束为止 为了全面防范疫情的扩散 玉里车站全面提升防护机制 加速建置体温监测设备 落实防疫整备工作 以确保乘客的搭乘安全 继续高充充预警赛访波动 请不吝点赞订阅